如今的李灵玉虽然在娱乐圈亮相不多,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他可是红极一时。李灵玉不仅人长得漂亮,嗓音还非常地甜,一出道便深受观众们的喜欢。李灵玉1963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工人家庭,母亲早年喜欢电影明星软灵玉,所以也就给女儿取名李灵玉。 李灵玉,早年的李灵玉,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,都仿佛按下了快景键。17岁,李灵玉进入了北京的红旗乐剧团,21岁时又考入了东方歌舞团。当年又被唱片公司看中,1986年西游记正式播出后,一首《天竺少女》让李灵玉红透了大江南北。1987年,随着专辑的大卖,李灵玉的事业迅速攀升,李灵玉的歌声的确是非常甜美。 80年代的人们还是习惯用磁带来听歌,李灵玉惯制的磁带销量非常之好。因为声音足够甜美,所以很多人都称呼李灵玉为甜歌皇后,即便是到现在。 李灵玉一开嗓,声音依旧甜美透亮,这么多年,她从没有放弃过歌唱事业。 李灵玉在17岁的时候,遇到了自己的初恋胡平,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,对方也是从事娱乐行业的。 经常给李灵玉提出一些重肯的意见,让李灵玉感到十分受用。 就这样,因为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,20岁出头,涉事未深的李灵玉很快答应了对方的求婚。 开始了婚姻生活,但是婚后,李灵玉的事业发展得太快,把丈夫源源甩在了后面,让她心里感到十分不适滋味。 李灵玉和丈夫婚后出现了很多问题,他们事业上的巨大悬殊只是其中一个部分。 更多的还是因为性格,距离和大环境的问题。 于是就这样,李灵玉没有选择忍受,而是结束了这段婚姻。 李灵玉从生活和婚姻带给她的打击当中走了出来。 那时候的她已经有了一笔不小的存款,她拿着这笔钱来到加拿大,决定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。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,李灵玉和办理移民的咨询公司老板杰瑞,对彼此的印象都不是很好。 因为当时李灵玉去的时候,是和很多朋友一起去的,习惯独立的杰瑞看到声势这么大的李灵玉。 觉得李灵玉这个人很是矫情,而李灵玉则觉得杰瑞这个人太冷了,都不理人。 所以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都不是很好,缘分就是这么神奇。 来到加拿大后的李灵玉参加朋友聚会,再次遇到了杰瑞。 当时很多朋友也是李灵玉的歌迷,在他们的邀请下,李灵玉也是落落大方地应答。 他再次用自己的动听的声音收获了大家的心,其中就有杰瑞。 看着美丽的李灵玉,杰瑞有了心动的感觉,之后就开始了他的疯狂追求。 在杰瑞的努力下,34岁的李灵玉在1997年和杰瑞结婚了,婚后的他们彼此相爱,过得非常地开心。 李灵玉再次获得甜蜜的婚姻。 杰瑞的体贴细心,对她的重视,让李灵玉这个事业心比较强的女星,甘信为她回归家庭。 携手羹汤,在2000年生下了他们的爱情结晶,叫杰瑞,有了孩子后的李灵玉,依然不想放弃自己的事业。 她认为女人也该有自己的事业,不能因为婚姻就失去自我。 2004年,李灵玉带着4岁的儿子杰瑞回北京发展。 也因此外界一度猜测二人已经离婚了。 后来,李灵玉在节目中亲自回应,我没离婚过。 她回到中国重新开始自己的演艺事业,不仅唱歌、演戏,她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。 谢谢大家。